世界蓝团最有影响力的球员是乔丹,而中国乃至亚洲蓝团最有影响力的人无疑是姚明了。 即便姚明在2011年已经退役,但很多人仍旧没有忘记他。 前NBA总裁斯特恩曾说,姚明是中国送给NBA的一个礼物, 他让NBA很好打开了中国市场,提升了商业价值和影响力, 也让很多美国人相处了对中国的偏见,让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更浓厚的兴趣。 姚明意义和价值不仅超越了篮球这项运动,还超越了国界。 在退役之后,很多NBA球员仍旧对姚明印象深刻, 姚明用超强的实力、吸尼技术、低调谦虚的性格, 以及超高的情商征服了无数人。 当年,已经退役的姚明重返NBA赛场观看比赛史, 麦迪、奥尼尔甚至是詹姆斯都主动上前和他握手之意。 休斯敦球馆更是服务防他当年在火箭时期的精彩表现, 全场致敬助于伟防的民宿。 最令人想深刻的是当年姚明的球衣退役式上, 所有火箭队球员轮流上前和姚明打招呼, 轮到浩灯时,他直接飞奔而来, 给姚明送上一个大大熊宝。 由此看出,姚明在NBA人气确实非常高, 那么,觉得未来中国有可能出现下一个姚明吗? 对,姚明在NBA人气确实非常高,